大家好 我是大草菇 我是小蘑菇 上次我們就教了大家 怎樣做玫瑰花饅頭 今次我們教大家 怎樣做第二款造型的饅頭 是什麼造型啊小蘑菇 是蝴蝶造型饅頭 那我們現在立即開始了 首先我們把它分成一半 攪拌一半 第二半一會兒再做 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攪拌 如果我覺得黏的呢 可以加入手粉 然後呢 我們就裝它囉 我們就裝它咯 然後呢 我們呢 接着呢,我们就把它对折 接着呢,再拖 接着呢,再拖 接着呢,再把它对折 这次就拖多了最后一次 接着呢,我们再拖 接着呢,我们就把它拖 转型之后,我们就把它分成四粉 接着呢,就拿其中一粉 首先,我们把它拖完 接着呢,我们可以加些手粉 嗯 我们呢,再把它拖拖 一点点 接着呢,再把它拖一拖 接着呢 我们呢,就把它切 这里 切一条 切两条 对这边 切一条 接着呢,就这边 切一块 这边又 切一刀 第二边 第二边也是这样的 这样的 接着呢,我们就把这个 笔糕 这边黏 再把它放上去 到第二边也是这样的 这样的 之后呢,我们就把这条 切一条 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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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黏住 这个就是蝴蝶饭头 这就是蝴蝶饭头 之后那几个也是这样做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蝴蝶饭头 这个就是我们製作的蝴蝶饭头 放入蒸炉 蒸二十分钟 我们的蝴蝶饭头 蒸好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软软软的 好松软喔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大家都可以一起试的 我们下一次再和大家一起 开心share啦 拜拜 谢谢大家